大家好,我是李索洪 咱们这期课接着讲JB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咱们这期课开始讲流程变量这个话题 咱们首先看一下咱们这期课讲的三个知识点 第一个知识点是流程变量中的Process Instance的流程变量 第二个是Task的流程变量 第三个是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讲流程变量之前,我先说一下什么是流程变量 也就是说JBPM是独立的一个工作流引擎 它独立的在去运行,在往下走 咱们有咱们的业务,它们俩之间是怎么交互的呢 就是这个流程变量,这就提到了这么个作用 咱们会把变量传给JBPM,让它去存起来,记住 然后咱们去把它去拿到以后 在各个环节能把它这个流程变量去取出来 然后作为咱们的业务的一个整合 这个就是流程变量的作用 是起到一个枢纽的作用 一个纽带的作用 咱们开始讲 这个流程变量 咱们还用上节课用到的JBPM3这个项目 咱们流程变量有两种,一个是流程实力的级别的流程变量 一个是Task级别的流程变量 咱们看一下,分别介绍一下咱们这两种级别的流程变量 咱们在第一节课,Hello World里边 发起流程实力的时候,里边传了个Map 这是一种流程变量 这个流程变量级别就是咱们那个流程实力的流程变量 是用EQ Server把它传进去的 具体还有其他几种流程级别的流程变量 咱们都会给大家讲一下 咱们首先 建立一个Controller 咱们叫做VRController 这里边叫VR 咱们发起流程还是用这个 咱们沿用上节课的flow这个流程定义 然后发起流程实力 然后第三个方法 是咱们叫做给它写一个就是 获取 获取流程变量 获取ProcessInstance的流程变量 这个是写入ProcessInstance的流程变量 这个是写入ProcessInstance的流程变量 再写一个方法 再写一个方法 咱们叫做 写入Task的流程变量 咱们把这几个方法 咱们把这几个方法从明明下写入Task 咱们也叫做Task 这叫InstancePi吧 ProcessInstance 咱们简写Pi 过去 叫GetTask流程变量 过去Pi流程变量 咱们叫GetPi 发起流程 咱们整个结构 咱们就写成这样 然后咱们做一下 两个最基本 一个是发起部署流程 一个是发起流程实例 发起流程实例 时候咱们给大家介绍一种 做流程变量的方法 就这种方法 用个Map Map Map 里边传递一个数据 咱们叫Set Pot Name 咱们叫它 中生 咱们就只传这一个参数 然后把这个 放在Map里边 这是一种形式的流程变量 发起流程变量 然后怎么去获取这个流程变量 咱们这块也看一下 Get 过去流程实例变量 第一个参数就流程实例的ID 第二个参数就是咱们流程变量的名称 咱们就给它几个就是Name 流程实例ID等会这块部署完了以后才会生成 咱们这块生成给让它这个支付串类型的 咱们这个返回是Object类型的 咱们然后强转成支付串 然后让它打印一下 这个获取到的流程变量 然后这样就OK了 咱们先部署一下 然后让它发起 在部署过程中 咱们为了 还是又上一个 咱们为了更真实的去拿流程实例ID 咱们这块给它一个assigner 就咱们以前讲到的 就是给它分配一个人 这块这个人给它分配为A 这个任务给它分配为B 也就是说A用户可以拿到任务1的任务 B用户可以拿到任务2的任务 来 然后 这就可以了 咱们然后 重启一下 重启完了以后 咱们首先去重新部署一下流程 咱们上来课虽然是已经部署流程了 咱们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流程部署的这些知识点 就是上来课咱们已经有个flow流程了 咱们再部署一个flow 这个flow在原来的flow基础上有些改动 咱们看一下是什么效果 然后断点 咱们where dppm 咱们是3 where class path 咱们看一下 进来以后咱们部署 部署成功 不成功以后 咱们看一下库里边 是多了个流程 部署 咱们这块 咱们带来看一下 kin是完全一样的 id是不一样的 这个叫flow一 这个叫flow二 也就是说这个就是咱们的流程部署的一个关系 咱们上去可以讲到了 也就是说 后来部署的同样一个kin和name 会把原来的覆盖 会把原来的覆盖掉 你这个发起的时候 只要使用kin 指定发起的 它会永远反着最新的任务去发起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流程任务发起的一个特点 第三步 咱们去发起一个流程实例 打个断链 进来了 传递进来 流程实例的id 就是他 咱们看一下 这个map 咱们刚才传了一个name 这个流程变量 咱们看看能不能拿到这个name 咱们流程实例的 拿 咱们刚才没打断点 没打断点 咱们重新打一下 应该肯定是拿到了 咱们看拿到打印出来 也就是张三 就传递进来的 咱们再打印 走一下 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进来了以后 拿到了这个s 就是张三 也就是说咱们流程变量 是拿到了 就跟咱们预想的一样 是拿到流程变量了 这是其中的一种 从流程变量的一个方法 咱们另外一种 就是添加流程变量 怎么添加呢 就是这块 咱们去 在运行的系统 运行的过程中 咱们也可以给它 不光是发起流程 这块也可以发起 给它传递流程变量 第一个参数 就是咱们这个 刚才我顺便给大家讲个问题 整个这是点 咱们刚才看到了 就说我这个set的时候 这些参数都没有去具体提示 就是r1 r2 r0 这种是非常痛苦的 咱们想到的提示怎么办 咱们把它圆码引进来 咱们圆码在哪呢 是在咱们JBPM的包里边的 咱们JBPM的下载 那个包里边是肯定有圆码的 就咱们那个炸包 最开始下载JBPM4.4 我是在这块放的了 就这个文件JBPM4.4 咱们知道src 咱们确定 OK 引入接来了 这些都是圆码 圆码大家也可以研究 这样的话 咱们重新看一下 就会有这个提示了 这会有方便好多了 小的看见了吗 参数这些提示就会 第一个是流程实力的ID 第二个是name 第三个是value 流程实力的ID就是他 name 咱们重新给它复制一个 咱们叫它age age咱们给它多少 比如说33 我们重新复制一下 咱们看一下 这个新的流程实力 是否能拿到 咱们看一下 是否能拿到这个age 咱们先拿一下这个age 看有没有 no 现在没有给age复制了 它拿到是no 咱们现在给age 复一下值 pi 包错 咱们看一下 为什么包错 说这个是流程实力 没找到 咱们是这个 这个6008 是咱们以前 做代码时候 用的一个 咱们给它打个断点点 把这个数据清空了 OK go 好 把这个age 附近33 咱们在现在再获取一下 如果还能获取到33 就说明咱们这个流程实力的 复制成功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33 没问题 答应出来33 也就是说这个给咱们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咱们这个流程运行的过程中也可以去用task eq server 这个方法 给它注入进这个流程实力 流程的一些变量 这个就是咱们平时比如运在哪呢 比如说审批的过程中 我 张三提交 请假条 分别由李氏和王武去审批 李氏会低级审批吗 他可能会填一些审批意见 比如说是 呃 就是同意 建议通过或者这些意见 这些意见怎么是在流程实行的过程中去填写的 所以说就用这个方法 就是可以用这个方法中途去呃 这个方法中途去把流程变量 比如说我的意见是什么 比如是建议通过什么 然后王武拿到了以后就能拿到这个流程式这个变量了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大体的用处 这是流程实力的一种变量 另外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咱们那个task任务的变量 就是说task节点 task变量是怎么样的 讲task之前也说必须有一个task才行 咱们看一下目前来说应该是没有task的 因为咱们那个节点还是原来最旧的两个 所以咱们必须把它用咱们以前学过的方法 让它把它流转过到task节点上 这个流转怎么流转呢 就是它就这个方法 咱们刚才传递这个参数 把这个流程实力 ID传输传进来 把这个流转了下 流转第一步应该是咱们流转到stay二了 咱们再流转一步 然后这就应该是流转到task了 task肯定是流转到task了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上面有任务没有 有就这个任务ID 咱们拿到这个任务ID以后 这是一种在数据库里边拿ID的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就是咱们刚才说了 就也可以用刚才咱们是给任务 负责这个A 就是用了A用户也可以拿到这个任务 咱们怎么拿呢 咱们先试一下给大家list 就是咱们第一节课其实已经讲过了 这个用户就是A用户 拿他的任务列表 大家看一下引这个task的实话 一定要gbpmtask的 其他的不要引错了 引错了就会产生错误 咱们看一下 打印一下这个t的get 咱们肯定是有一个 来这get这个ID 看一下这个ID到底是实吗 是不是咱们刚才复制这个6层ID 咱们看看刚才70003 咱们看是不是 flow go 看到了 打印出来就是7003 也就是说 咱们刚才数据库里边拿的和这种方式拿是完全一样的 咱们拿到以后 然后再给他写入这个流程变量 再给task去注入一个流程变量 咱们把这个复制过来 流程实例的ID 这个怎么去写入呢 set 给路程式 任务ID 这块是一个map类型的 就跟咱们开始的那个一样 咱们定义一个hashimap 咱们put一个name age都有了 咱们现在put一个sex性别 咱们叫做男 把这个map传进来 这是从咱们取售怎么去取呢 取售也很简单 用task server的get就行 get variable 这块全是流程实例的ID 任务的ID 这块是那个kid名称 任务ID就是他 然后kid名称就是咱们的stacks 咱们让它打印出来 强转一下 打印出来 咱们看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咱们拿一下 看它能不能拿到 在没有复制之前 是不是能拿到 看一下 没有复制之前 拿的是long 然后咱们给它复制 咱们打个断电嘛 咱们这断电在哪呢 对的 咱们复复复制 复完值以后 咱们再去拿一遍 看什么效果 应该是拿到这个难了 get task 咱们让它 打个断电让它进去 拿到了 是这个性别 也就是说咱们流程 任务的 变量也是这么拿的 是咱们通过个任务ID把它塞进去 然后这通过任务ID把它取出来 是整个过程的 就是这种过程 这两个就是既然既然既有这个流程实力的变量 又有任务的变量 它们之间会有什么关系呢 咱们可以细想一下 一个任务肯定是属于一个流程实力的 可这里就可同类就可以明确一点 就是咱们这个作用域范围上 这个流程实力的ID的变量 肯定是要大于任务的一个流程变量的 所以说咱们任务肯定是能拿到流程实力的一个 这个变量的 如果比如说咱们要想拿一个name 刚才存进的name 其实肯定是能拿到的 咱们让它打印一下 name刚才存进是张三 咱们打印出来肯定是张三 张三 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他们俩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你这个 在流程运行的过程中 这个任务的一个接收人或者接收者 肯定拿到这个流程实力的一个变量 反过来说咱们是可以的吗 咱们看一下 反过来说 流程实力是否能拿到任务的一个变量呢 比如说任务变量是X 咱们看一下试一下可不可以 看一下是S有没有难 反过来这也是可以的 也是说他们俩虽然说是就是一个流程那边有任务 既有流程实力 但是他们俩的这个整个的变量就是是可以互换的 就是说他们俩其实都在重到有一个里边的 虽然说他作用欲上看起来就是流程实力的 是大于这个Task的 其实大家几次想一想流程实力其实是贯传整个去Task的 在JPPM在这个设计的时候 他们俩是相通的 其实这也是一种就是可以说是一种偷懒的设计吧 其实真正的我感觉其实是流程实力应该是拿不到这个任务的 因为这样的话 如果能拿到的话 就是有些泄密的风险 我一个人能拿到流程实力的 就能拿到其他任何人的一个审批的一个效果 这是我觉得这是不可以的 但是他们这个设计是可以的 咱们看一下流程是变量有这么个表 它是都依赖这个放在流程实力这块的 也就是说 他们都是根据流程这个实力 流程部署这个实力去关联的 这就是咱们这个流程变量的一个关系 这个就讲了一个流程变量 一个是流程任务的流程变量 一个是task的流程 一个是流程实力的流程变量 process instance流程变量 他们俩是相通的 尽管这个作用域肯定是流程实力的大 但是他们俩还是就是设计时候 还是把它放到一块了 做一个生产的组合 在这使用的过程中 流程变量主要作用就是给咱们一个 就是跟咱们业务去做一个有效的集成 这个就是咱们流程变量的一个作用 以后会经常会有地方去引用这个流程变量 咱们这节课就讲了个流程变量 这节课咱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